我是Danny Leung 我是一位視像人士 身手不見五指 看不到東西 跟我一起走路 我有一個盜盲犬 他的名字叫Poly 或者叫波子 雖然作為一個生命人士 我都很感恩 目前我自己在一個機構工作 機構名叫樂明視像團 Joy Beyond Vision Community 樂明視像團 我們是一個機構 專門服侍一班視力有障礙的朋友 一些生命人士 2014年開始 我們在105社區中心 樂明團就參與了 105 Gibson Cultural Cafe 文化咖啡囊 這個咖啡囊有什麼特別呢 從很多運作 去到管理層 Management 都是由生命人士去做 相信這個新冠肺炎 這個影響 對我們每一個 無論看到東西的 朋友 或者看不到東西的朋友 都有影響的 見到好好的朋友 很快就擁抱一下 反而反過來 我們說 我不來探望你了 因為我愛你 我可以從一個 沒有信仰的角度 看這件事 Pandemic 我會覺得是一個很辛苦的 沒有出路 經常找到家裡 居家靈 甚至可能有些 面對家人離世 甚至是面對工作 是因為Pandemic 沒有工作 很多進入了 是憂鬱 但耶穌同樣 在聖經告訴我們 當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祂不會放下我們 祂會跟我們一起走 甚至告訴我們 祂的恩典 是救我們用的 我有耶穌和我一起 這個成為了我心裡 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定心針 最重要的是 當我是問 因為我想不通了 我真的不知道怎樣的時候 我作為一個基督徒 我可以祈禱 我可以祈禱 我可以跟耶穌說 我可以跟神說 叫聖靈幫我 當我可以這樣助手 聖靈是會幫我們的 聖靈會將我心裡的壓力 將我心裡的想不通 就讓我不再想到這件事 這件事未必解決 Pandemic也在 但起碼在那一刻 幫到我 不會專注於忘記的Pandemic 引致我很大壓力 反而去幫我 忘記的是一個 有能力的耶穌 人生裡的困難 我們每一個都會經歷過 我自己作個比喻 我自己是越南華僑 我以前走南 是坐船離開越南 這件事是後天生命的 在大海當中 望著四周圍 你會見到水平線 但你永遠去不到那裏 永遠去不到 當你在海上 望上天什麼都沒有 望上海上黑漠漠 四周圍沒有了一個人 不知道自己的船會在哪裏 那一刻那個無助 那一刻的無助 就是今天我們就是這樣 見到Pandemic 我們冒著 我們做到什麼 沒有什麼可以做 用盡我們的方法 是做不到的 在這樣的船裡 我覺得人生裡 最恐懼的這件事 各位朋友 在這裡我希望大家記住一件事 聖經給我們的應許 在以賽斯四十三章 告訴我們 我們會經過火水 經過很多困難 但每一件事都不會傷害到我們 因為有耶穌 與我們一切 我希望你可以從你的親人 和你的朋友 特別未認識耶穌的朋友 讓他們知道 他們可以依靠耶穌 因為當有耶穌在他們生命中受 他們生活 他們每一件事 耶穌可以幫他們 因為耶穌說過 不會丟下我們 而是作為一個孤兒 去會和我們一起行 甚至可以抱起我們走 又去抱著我們走 不是我們走 所以信耶穌的 就是一個何等的好事 是何等的寶貴 我盼望 我們每一位 今天你未認識耶穌的受 我希望你盡快認識耶穌 讓耶穌來幫你 讓神帝祝福你每一位 我們會推出一系列的 亦有話說以 你們可以有三個途徑 和身邊的朋友分享 首先 透過YouTube 教會的網頁 第三 也可以登入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 廣東堂的Facebook Fan Page 就是粉絲頁 讚好 大家麻煩幫幫忙 一起給我們一個like